-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 和大家提一些中國經濟資料。 - 可能很多人沒事做,就會走開所謂網約車。 -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網約車這個行業, - 竟然是有機會這麼快去到一個把和狀態。 - 我們一齊看看新聞怎麼說。 -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經濟日報說, - 在9號湖南長沙有一個姓杜的司機表示, - 他說早上8點,駕駛到晚上10點, - 大約接了2、30個單,全日人民幣收入420元, - 但最近一年明顯感覺越來越難搶單, - 有時候在路邊等半個小時都接不到一張單, - 有時一日只接了10張單, - 購買租車費、郵費成本, - 一個月落袋只有6000元。 - 另一個媒體也報導, - 在山當之薄, - 一個司機就說一日出來十幾個小時, - 很多時候在路邊搶單三十幾度高溫, - 在路邊等又不捨開冷氣, - 平台上隨便一看, - 原來周圍有41架空車空置車輛, - 五分鐘才有一個訂單, - 還要41個司機一齊搶, - 這個是什麽概念, - 司機太飽和了, - 當然啦, - 之薄其實是一個旅遊熱點來的, - 現在大陸將它定位做了一個燒烤城, - 之薄燒烤, - 很多人都可能去了那裏做一個網約車, - 而且他亦都講了, - 現在大陸網約車行業的規律就是每個月平均400單 - 才可以保證到正常生活水平, - 一日不夠十單, - 意味著這些司機可能在溫飽線徘徊, - 這樣的情況就在東莞珠海溫州、 - 濟南等多個地方上映著, - 而根據中國交通運輸部的數據, - 4月30號, - 全國各地發放的網約車司機證, - 增加540多萬份, - 網約車運輸淨是230多萬份, - 同時網約車用戶沒有大幅回升, - 很簡單, - 沒人出行就沒回升, - 哩哩哩哩哩哩都是那班人會坐車, - 有些人坐巴士不會坐網約車, - 而由於這麽飽和狀態, 但這些旅遊熱點、長沙三亞交通運輸部宣佈暫停網約車經營許可及運輸證的合法業務受理 即是說不會再出新牌暫時不會 經濟日報評論,網約車飽和現在為止仍未成為一線城市普遍現象,但三四線已經飽和 而東莞珠海溫州濟南亦發佈網約車飽和預警,提醒當地網約車單日日均接單量已不到十單日 而且這報道亦講到,因為這些司機收入下降,可能亦會增加乘客和司機之間的糾紛或交通安全隱患 而這些司機在路邊停車等車,可能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通濟失 所以現在變成要暫停發網約車牌照,令市場不要過度濟湧和過度競爭 這一個其實反映得到,這個網約車其實大陸來說是叫做靈活就業的,但靈活就業的情況之下竟然去到一個這樣競爭的地步 就說明了現在很多人沒事做湧進市場堂就希望可ゆ在裏找到的一餐個的吃下 但是想不到現在的競爭是去到咁大咁激烈, 是41個車搶一張單5分鐘, 而且是一個旅遊熱點那裏這樣搶, 即是是GBOC那裏, 即是如果好似我們這些去旅行, 我們好少會坐大巴的, 我們通常都是會坐的士的, 如果你有網約車我們一定是網約車, 但是如果大家都好似我們這樣想, 坐網約車的話都要這樣41個人去搶一張單, 可想而知其實他們現在想找一餐飽飯吃都不是那麼容易, 之前有很多影片就說做這些網約車賺到很多錢, 賺到一萬元一個月, 但是會不會只是個別例子呢? 甚至乎有些所謂的擺拍想引你的人去做網約車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這樣入了行, 你車錢呀,有錢呀,十幾個小時呀, 不太合數的,你賺幾千元, 可能你打工更舒服過你這樣跑車, 當然啦,你跑車的時間比較自由啦, 你隨時可以放駕, 但是你的收入就變了無保證咯。 好了,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對今集的內容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